这个世代的人类 包括你们的下一代 都要慢慢打开 尤其是年轻人跟他的下一代 你现在跟年轻人讲 这些超感官知觉 他们会很快能够接受 因为在很多动漫里面都有 我们讲内在感官 我们讲神通 我们讲塞斯心法 以前的宗教在看神通 就觉得好像很神秘有没有 我们现在都没有神秘 他就是天生本来的能力 未来有两种身份 一个身份是具有肉体的人类 一个身份是活在这个肉体 借由这个肉体 在进行轮回转世的什么 心灵 身为肉体的你 使用的是肉体感官 什么叫做肉体感官 打电话 然后每天走来走去 洗碗 做家事 眼睛看电视 耳朵听音乐 这是肉体感官 那你现在除了是一个 使用肉体感官的生物 你同时是一个什么 灵魂跟心灵 那么在这一套肉体感官下面 它隐藏着什么 内在感官 那内在感官 比如说刚刚学师讲的直觉 直觉是不是有内在感官 直觉就是一个内在感官的一个 笼统的形容词 直觉就是经由内在感官来的 比如说心灵感应 比如说 千里眼 比如说顺风耳 各位 因为古人不会讲内在感官 什么叫千里眼 就是我人在这里 我可以看到千里之外的东西 这就是内在感官 懂了没有 什么叫顺风耳 我人在这里 我可以听到一万公里外的声音 这叫顺风耳 顺风吗 所以顺风耳 就是内在感官的听觉 千里眼 就是内在感官的什么 视觉 所以以前的千里眼 顺风耳 它就是在讲什么 内在感官 甚至以前我们在讲这个 什么刘伯温 什么铁板神算 还是什么推背图 有没有 是不是可以预知未来 来 是什么东西预知未来 内在感官 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伊隆马斯克 现在为什么会是世界首富 因为他 他用他的超感官之觉 知道全世界人类的未来 将来要往电动车的方向 而慢慢放弃 汽油车 柴油车 如果他有这个超感官之觉 他又有行动力 他又可以付诸实现 所以他去开发 特斯拉 电动车 所以他成为世界首富 我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个想要创造丰盛的自己 对 想要创造丰盛 那各位想要创造丰盛没有错 但是创造丰盛 最后你还是要使用能力 对 那最后你最后是使用心灵能力来创造丰盛 那最后所有你物质的丰盛能带走吗 你一毛钱都带不走 但是你用来创造这些物质丰盛的心灵能力是谁的 你往生的时候这些心灵能力能不能带走 全都是你的 懂了没有 各位这样知道什么叫物质实相了吗 最后物质实相你一毛钱都带不走 你一栋房子都带不走 你一块金子都带不走 可是你用来创造物质实相 丰盛的这个创造力是不是你的 所以这就是借甲修真 比如说你学心灵 那为什么你要赚那么多钱 我不是在赚很多钱 我是在打开赚很多钱的创造力 我也知道最后我死掉这些钱通通不是我的 可是我创造这么多钱 我赚这么多钱的能力是谁的 所以我是借由赚钱 培训我自己赚钱的能力跟开创的能力 懂了没有 这样各位开悟了没有 所以学心灵能不能赚钱 可是你执着的是钱 还是执着的是赚钱的能力 如果执着在钱 钱就带不走 如果你是知道 我是借由要赚很多钱 因为赚很多钱的这个能力 创造力是谁的 你的 你离开轮回那就是你的 这样懂了没有 所以钱是假的 创造力是真的 比如说你买房子 你买得起房子 房子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嘛 房子就是纸牌屋嘛 就是我们火化 烧给人家的那个嘛 金童玉女嘛 你买得起房子 各位这个房子当然是假的 你死掉房子就跟你没关系了 可是你买的房子 买得起房子 这个能力是谁的 知识 大家知道物质实相 要干嘛了吗 物质实相就在训练 我们的能力啦 哇 为什么我那些主管 都可以年收入千万 各位 年收入千万是幻象哦 可是 你能年收入千万 这是什么 这是能力 我能不能年收入千万 各位 甚至 它不是 不是物质能力哦 它甚至是 因为你的挑战越大 你就可以打开什么 直觉力 那各位 我的意思不是 你们都应该年收入千万 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心理能力 本来方向就不一样 我不会说年收入千万 才是好的心理能力 没有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没有那个意思 可是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能力 好来 苏修继续说 对 然后呢 我就开始很努力 很努力的 然后 慢慢的 从一年赚 一定要跑车 慢慢赚两辆 三辆 四辆 五辆 对 一年赚一辆跑车 到五辆跑车 鼓掌 各位 学生要你们鼓掌 不是去羡慕他有钱哦 错 是 要 看到什么 他打开 能力 所以 所有你在物质 实相里面的挑战 最后都会被迫 逼你打开 实觉力 你一定要趁着你现在还有肉体 就开始发展你的超感官知觉 如果你不这样做 各位 对不起 你会多轮回好几世 再来 你不会打开你的潜能 来 对 其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也运用很多的直觉力 对 就是说 我会去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土地的来源 然后我会去 知道说 这个客户应该介绍他哪一块地 比较适合他 对 直觉 对 直觉力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开发的案件里面 我会去挑说 这个 哪一个案子是比较有机会成交的 你去感觉 真的很多事情就好像就 照着你的 你的信念 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去了 学校讲哦 最后 信念 是你们有没有打开 跟打开多少内在感官的关键 来 关键是什么 信念 来跟我讲一遍 信念 来 我先问各位 你有没有建立一个很强烈的意愿跟信念 意愿就是 I will W I L L I will 我希望 信念就是 believe believe是名词也是动词 你有没有建立一个很强的 意念 跟信念 我要 打开 内在感官 我要 打开 我的 超感官之觉 那我的意思说 打开不是他不在 他一直都在 他一直都在 我们现在只是要慢慢把它 discover 什么叫discover discovery 这样只是要把它打开 就像你有潜能 潜能是谁的 你的 潜能本来就是你的 你本来就有神性跟佛性 只是你还 不会打开 你潜能还没有打磨 明白了吗 他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他不是任何人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 很重要就是 各位你有没有建立一个 意愿跟信念 从今天开始 你意愿自己 你相信自己 要慢慢的走上 打开 内在感官的 历程 那这个内在感官 曲师刚讲他是什么 他是直觉力 他是心电感应 他是预知能力 他是心想事成的能力 他是灵魂出体的能力 他是可以连接到宇宙的 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喜悦跟神通的能力 你来了吗 来 有没有这个意愿 大声说 有 那有就是要运用在生活里面了 那其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 只要我快乐 我用快乐 然后有心中 比如说我善待自己 然后我感觉很有 就是说 在创造过程 我觉得也要有那种爱 智慧慈悲 喜悦 喜悦的心情 不是贪 不是匮乏 很多人想要年收入千万事 你的动机是贪 你的动机是 觉得自己厉害 赢过别人 那个走不远 那个内在感官是走不远的 听懂了吗 其实我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说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 能够看到赛斯心法 赛斯心法在地球发光发热 然后帮助很多的人 对 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你看他现在同时在创造丰盛 同时当我们志工团的团长 这同时出钱又出力 如果各位问我 超感官知觉或直觉 能不能用在投资理财或股票 我会说可以 因为本来那就是一种训练 你们用在投资理财 甚至你们用在乐透 我都不反对 我都不反对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训练 但是徐氏一定要强调 各位请记得带着喜悦心 而且不要有太高的得斯心 借假修真 股票是假的 钱是假的 你训练出来的直觉是什么 真的 所以不要本末导致 那如果你失败了 不代表直觉是错的 代表我们还不会使用 其实整个魔法学校的精神 基金会跟徐医师 想要在这个世界 掀起一个风潮跟运动 那个风潮跟运动就是 让全世界的人类 都开始打开他的超感官 直觉 让全世界的人类 都开始在具有肉体的时候 怎么样打开自己的直觉力 所以这是一个地球非常重要的运动 来各位仔细听 现在地球所有的问题 包括你们知道的空气污染 水源污染 人口过多 包括甚至通膨 包括所有的之前的COVID 包括现在全世界人类 全世界人类都在专注的气候变迁 其实目前全世界人类所有的问题 如果归根究底到一个关键 都是所谓的灵性上的无知 大家知道内在感官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内在振动性触觉 它其实就是众生一体 如果内在感官的这个感官打开了 它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 不会有谋杀 因为当内在感官打开 当我用刀子刺死你 你就是我 跟我用刀子刺我自己的肚子 是一样的 当内在感官打开 我用刀子刺死你 或是我诈骗你 50万 跟我诈骗我自己的兄弟姐妹50万 是一样的 听懂了吗 所以你们不要原内在感官 它就是只是神通的概念 不是 它某部分包含了什么 众生一体 所以这个世界 俄罗斯跟乌克兰就不会发生战争 两岸就会和平 大陆也不需要跟美国一直对抗 台湾也不需要一直买武器 然后你们也不用担心 你们的小孩或孙子 将来要不要上战场当炮灰 懂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 徐师要做的 不是只是今天在这边上上课 然后搜搜学费 发发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的薪水 付付房租 不会不是 徐师要做的是改变全世界人类的命运 因为当内在感官的打开 这个世界的人类就会从这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 这个世界就会有侧头侧尾的改变 所有这个世界你们现在知道的一切的问题 几乎都会被解决 就是我们赛斯金发奖的2075 这个世界里表 跟第三个年轻盘 对